未了六庆一百年开始补助雲林款楼民资林 不过三月份开始楼民接到六庆驾来税段 楼民感觉就不满赞理化委员丁寺 雲林资林按照财政部86年的解释令 它是其他所得里面 但是必须要扣除整个资林的管理成本费用 所以这些所得减掉这些费用 它的真正所得就是零 雲林副管长表示 资林可以资林检查 应该多多鼓励農民资林 并不是减水段给民众增加他们的负担 资林其实是一个减碳的事业 减碳的事业对我们的国土富裕 第一个国土富裕非常重要 第二个对减碳 我们现在的CO2温知气体的减碳也相当重要 第三个对农民的收入也相当的关键 那这么好的良心善意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认为应该是要用奖励的方式 而不是用租税的方式 扣税的方式来反鼓励 记者会特别邀请在这部相关单位 作会帮助农民减轻他们的负担 真正的是有这个实际工作 而且调限这么的延期 那我们会报给部里面来横着 是不是就参照我们86年的 这个是有其他收入是没错 如果说我们成本费用参照86年的这个解释函 成本那个也认列成百分之百 收入就是所得就是零 就不会克到税了 那这一次就是造成农民的一些恐慌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紧急的因应 因为扣角平台已经开出来了 那我们也特别就联系农资料中心 说这个部分扣角平台先把它还下来 不要去归克 一般农民的农业所得和作人的保障都是不用税 不过六千的保障 竟然是按照吉他收入 而农民减税 让民众是非常无奈 今天我说你够买的 我们政策不是我们这样做的 你应该叫我这包包饭的 那策是很浪试的 要听 要担浪油 要饅頭 有要算算的 有要比我们 你做事上饭又到达了 还能够你减税金 你日日日合理吗 还来干涉到二代店 这种不是农民的效果 这件记者会欢迎到农民的心声 希望进户责林进扯 谢谢东西 不可以保障农民的管理 记者五乡品 欢迎订阅蔡宏博德